全國的大學城市設計教學交流會 對象的話就是等於是全國的大學院校 目前正在教城市設計老師 因為現在教育部就是要推動什麼 推動大學的城市設計教育 也就是他希望預估 他有個目標 他是希望至少百分之 我想應該七八十的學生 都一定要修過城市設計 而且具備有城市設計能力 但問題是你要能夠推動這一點 你老師自己本身都不會寫城市 你怎麼教城市 所以他就是想說沒有辦法 找一些已經有相關經驗的 去帶沒有經驗的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找到我 OK 所以我們昨天就秀了一些 那當然 內容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前面就是介紹我自己 OK 那其實怎麼樣介紹自己最簡單 後來我發現 你就用Google的方式 所以我後來發現 除了你可以找那個吳老師之外 其實你找那個什麼 吳老師教學 我發現吳老師教學好像第一頁 幾乎都是 前三個一定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 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呢 因為這一次要去講這些東西 所以我也寫了一篇部落格文 就是把我要去講的內容稍微說一下 包含就是說 這個課 就是我其實剛好這學期有上了一個課程 名稱就是跟我們現在這個還蠻像的 叫做大數據分析、視覺化、城市設計 那因為呢 主要是開在台師大 是實體課 學生來上課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東部大學 但是因為我時間排不出 所以他就說要不要用遠距教學來上課 我想說遠距教學也可以吧 反正 我反正師大上的課順便錄影下來 然後課後的話 再提供給東部大學學生來學習 那我順便我有個想法說 那我順便試試看說 到底兩個成效哪一個比較好 一般直覺應該是 直覺來上課應該效果比較好吧 如果遠距上課應該效果比較差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可是呢 是不是這樣呢 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一個是國立大學 一個是私立大學 那應該理論上 國立大學學生程度應該是比較好吧 考進去分數差那麼多 一個是東部大學私立的 不過私立也不錯的學校 那兩者到底有什麼 最後結果會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我也還蠻關心的 當然就是整個上下來 我感覺其實兩邊的學生真的都蠻用功的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還要更用功 這都是必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很認真 而且這一門課只有兩個學分 兩個學分 就是意思說一個禮拜只有兩個小時 有沒有啊 控制下課時間 可能才一個半小時 可是我要講很多東西 我講多少東西 我講很多東西 比你們講的還要更多 也就是說 那個課程裡面 從一次有高階函數到聚集錄製 到VBA設計 就是其中 以前的部分 期末以後的話就是網路爬蟲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加上樞紐分析 加上視覺化的圖報表輸出 OK 哇 光這個兩個學分 你的時速你沒多少 可是要上這個東西 可見的 上課每次都感覺時間不夠用 還好有一點是 因為我上課都有錄影下來 我就說 沒關係你們回去 如果有些沒聽懂 回去再聽 他回去再自己再聽過 另外我有放雲端 就像你們現在雲端白板一樣 這上面都有答案 再怎麼樣 不然你們自己回去再試試看 我覺得他們的接受度 到好像也是 還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剛跳到這個網頁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 大概有些說明 然後把一些連結 等等的放上去 其實順便也分享 跟就是說在座的 就是現場的老師 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就是說雲端講義 上課錄影之外 那我還弄個論壇 有沒有一個論壇 每一次上課 每一週上課的東西都在上面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集結這麼多了 從第一次上課 其實應該第一次是第二週 OK 因為第一週沒有錄影 沒辦法錄影 那前面幾次錄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一邊錄畫面 然後用手機收音 然後回家還要把手機的聲音 跟畫面的聲音結合在一起 這累死我了 OK 後來終於修好了 這簡直是輕鬆太多 現在錄影就覺得 哇 好愉快 沒了 不然剛開始就會覺得 好像要多做很多事情 OK 那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的話 還有分享一下就是說 他們作品 你看這邊五十五個學生 像台式大的學生理學院最多 其次是教育學院 然後哪一個科系最多 化學系 不過聽那個有個老師說 因為化學系 他們本身系所裡面 就比較沒有開程式設計相關課 所以他們一定要到外面 再去找其他課程來上 不然他怕 他怕程式設計這個部分 能力比較弱 那其次是英語系 我覺得英語系學生也蠻認真的 OK 他除了要學英文之外 還要學程式 雖然都是語言啦 可是難度都還是蠻高的 OK 那 東吳就跟師大的情況不太一樣 東吳好像偏商學院 所以你會發現 六乘一是商學院的 然後 其次才是外語學院 不過看起來好像那個外語學院的學院 可能是不是 本身考進去分數也比較高 所以比較積極 上學院也有同樣的狀況 上學院考進去的分數也比較高 所以14是不是說也是一種動機吧 本身就是說 成績好的學生 相對他的動機也比較強一些些 另外那個選擇最多是氣管系 第二是會計系 那其實會計系印象比較深刻 我發現會計系的學生 都 非常的 用功耶 而且是東吳的 東吳的會計系好像蠻有名的 是不是 OK 學生好像程度都 普遍 像好幾個作業 真的教的都非常的好 待會我可以演示幾個給你們看 你可能會看到 哇 這學生做的嗎 你真是驚呆了 OK 那其中就是講這樣 就是其中我都給他一個專題 所以其實我 因為我沒有給各位太多要求 因為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較 比較 你們不想有太大的壓力 大概在學校可以一樣 因為他們 要拿我的學分沒那麼簡單 雖然只有兩個學分 但是要拿這兩個學分 很拼耶 其中要做這個專題 OK 那期末也要專 其中的話就是要開放資料 我用那個住宅切刀 就有個學生還蠻厲害 因為他要租房子 他想說利用大數據分析 哪個地方 哪一區的租金算是最合理的 OK 所以他就把那個相關的資料抓取 然後畫個圓餅圖 需求表 中山區是最多的 就是租屋的釋放出來的 然後其次大安 那哪個地方的那個 租金是最貴的 那應該不意外啦 信義區 其次大安區 其次中山 中正區 中山區不意外 在車站附近 OK 那最便宜的 應該是應該要知道 最便宜應該是哪裡 也不意外啦 感覺最遙遠 你去到哪裡感覺 哇 這到底是台北市區啊 已經市區 所以最便宜應該是文山區了 所以如果你要省一點那個租金的話 那你租遠一點嘛 其次應該就是南港 對 南港已經有點遠了 對 不過我覺得南港好像OK 因為板南線好像還好 而且附近又有那個鐵路 台鐵 然後又有高鐵 所以其實 最近好像聽說 南港的房價有在漲的趨勢 然後再來就是北投啦 內湖市民 這個應該也不意外啦 OK 那一條街上的 房子的租金最貴 台北市哦 哪一條路上 啊 中置貝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其實你應該想需求哪裡最大 誰最會 所以有需要租房子 對 你猜對了 因為學生就需要 所以有需求嘛 所以相對的 房租自然就高 這不意外 那哪一條路上的那個大學生 數量最多 剛剛講公館 對了 然後那一條路又很熱鬧的 怎麼這麼厲害 這麼熟 哇 台北通哦 所以最貴的就是什麼 丁州路 OK 第二名是什麼 這個是小溪街吧 小溪街好像是在哪裡啊 是士林吧 還是哪裡 不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鬆琴吧 文林 然後這是建什麼 健康 健康路 健康 那應該是在 南港 應該 內湖 那邊 明治區那邊 然後徐州 徐州是台大那邊嘛 然後什麼 中什麼 什麼一路啊 通坡還是什麼 這太小了 好 反正 OK大概這階路啦 緊公參考 然後另外一個學生是 因為他媽媽抱怨物價是上漲 結果他就想說到底是不是上漲 還是下跌 所以他就抓那個物價指數 政府有物價指數的那個資料 然後就繪施一個趨勢圖 折線圖 然後他就用那個線性回歸 分析一下 後來發現 真的是上漲 OK 不過年輕人都沒感覺吧 水族輕 就是說上漲是很緩的 到底有沒有漲 是有漲 只是說 因為時間拉長了 才會有感覺 但是時間很短 你根本沒感覺 所以有時候你回想 那個20年前 30年前的那個物價 你就有感覺了 有沒有就像那個 我們大概 我剛出社會的時候工作的時候 炒飯我記得好像炒飯 大概差不多四、五十塊 五十塊就算貴了吧 現在炒飯應該都七、八十塊了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應該以這個物價來看的話 應該是有漲蠻多的啦 OK